第十一单元 观察社会 第三十一课 登门槛效应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刘先生说周三来换饮水机 问你想要哪个牌子的 没关系 好用就成 男的对这件事的态度怎么样 二 中午碰见林教授了 他说找你有事 本来说好了 上午给他送实验报告 结果他临时外出 就没送成 女的为什么没送成报告 三 小李 宣传册是在哪儿印的 有些地方印得比较模糊 那我马上跟对方联系一下 让他们重新印 女的打算 女的打算让对方怎么做 是啊 房租长的还能接受 也省得再搬了 在租房问题上 男的是怎么想的 五 昨晚你电话一直战线 小梅 你在给谁打电话 我朋友小梅 两口子吵着要离 我在电话里一直在劝他要冷静 小梅怎么了 六 你做的方案 会上通过了吗 我把计划跟他们一说 结果没一个人赞成 大家认为这个计划怎么样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是小丽来的电话 怎么打这么久 是你妹妹 又失恋了 你这当哥哥的也不管 这事我怎么管 你是她嫂子 替我多安慰安慰她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说话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八 上次拜访的那家公司 有结果了吗 联系好几次了 每次约他们刘经理 对我都特冷淡 开始时都这样 光看资料了解 还是不够的 是的 我争取 能再去给他演示一下 男的接下来 想要做什么 九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你对这里不太熟吧 你是奇怪 这么近的路 我怎么开了这么久吗 是啊 你好像不太认识路似的 如果我对这儿不熟悉 我怎么能开一个多小时的车 而一次也没经过你家的门口呢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十 你也认识刘经 是啊 我们是高中同学 他学文科 我在理科班 他武术特别棒 没错 上学的时候 他就是武术队的 还得过太极拳比赛的冠军呢 关于刘经 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先生 您的车票呢 车票 我没有 没有 那您要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 那您为什么上这列火车 我在车站 遇到这列火车 听到车上的广播 大声叫喊 请大家赶快上车坐好 于是 我不得不走进车厢 十一 关于那位先生 可以知道什么 十二 说话时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已经暗恋他两年了 可是始终没有勇气向他表白 在朋友的鼓励下 我终于写了一份充满爱意的字条 可是几次见到他 那只紧握字条的手 总是无法从口袋里拿出来 就这样浪费了好几次机会 字条已变得皱皱巴巴 终于有一天 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 我一见到他 便把那张皱巴巴的字条 塞进他手里 然后慌忙逃走了 第二天 他打来电话 说要跟我见面 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 昏暗的路灯下 我们见面了 他看着紧张不安的我 迫切地问道 昨天 你塞给我一百块钱干嘛 十三 关于这段话中的我 下列哪项正确 十四 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你 都无论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